好 繼續來看新聞 小新 賴慶德被說是天下第一狠毒 吳子佳居然是警告亮哥 小新被抓去關 那亮哥也被問到這題 他怎麼回應 我們來聽 一定會把這個柯文哲 殺到底2028才沒有敵手 會連任成功 然後他也要來勸亮哥了 他說這個亮哥 小心一點 不要罵得太過火 這個部分特別點了一下 所以他就說他認為說接下來 在這個雙方的仇恨越來越高 那麼民眾黨選擇反到底 他就說賴慶德沒路走 就會殺到底 所以呢 現在這麼狠 就是對柯文哲 還有亮哥 太注意 我們剛剛沒有在討論賴慶德 我們都是在講北檢北苑 是 對不對 那我說民進黨可能會去 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當然賴慶德是黨主席 多少有關 可是我當然知道 這個也不是我講而已 一堆人講 就是說鄭文燦之後 下一個目標叫柯文哲 當時就有一紙大點名 這一堆人都在講 你不是第一個講的 你絕對不是第一個講的 劉思耿耿於懷 他希望2028要過敗 要通通回頭 這個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都是洋魔 這個我們叫政治的洋魔 這也沒什麼 那我只是覺得 他辦鄭文燦我們也是幫他鼓掌 我只是覺得有一些事情 要做到光明磊落 柯文哲如果有證據 他被辦 大家也沒話講 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給人家感覺 你在辦對手就 司法單位就跟綠媒就在合作 這個太明顯了 這個紫家兄 對小弟的關愛感謝感謝 收到收到 請你評論一下 吳子佳微不危險 吳子佳 吳子佳這個案子是 他是殺柯文哲殺到底的 剛好跟賴清人一致 相對安全 可是下次很難講 所以這一次過關 看看各樣而定 關於金華城案 臺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有了最新回應 就讓馬德認為 李四川的意思 就是民眾黨 你不要拉蔣萬安來背書 李四川某種程度 就是要民眾黨 不要拉蔣萬安來背書 不要拿蔣萬安來幫你們 這種法官所認定的 違法容積率來背書 就是要柯文哲 好好的面對司法 好好的面對你相關的 這個圖利的爭議 柯文哲自己在看守所內 自己在法庭上面 要自己講清楚 背後有沒有圖利的爭議 而不是交給我 蔣萬安是否來背書 因為游淑慧也說 發這一篇新聞稿的人 就是過去說這個 事法性新聞稿的人 也是柯市府留下來的 這樣的一個官員 所以他們在發文的時候 當然得要替自己的 這樣的過去的決策來背書嘛 可是以現在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合不合法得由法院來認定 而台北市府所謂的 事法性是說在辦理 這些程序什麼公開展覽的部分啊 完完全全都是符合 都市計畫法的程序 程序上面合法 但是給出容積率 合不合法 這個部分得要由法官來認定 就是說不要拉蔣萬安來背書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御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